士大夫喜欢禅宗 是因为他们一直很纠结 纠结也不奇怪 我们知道禅宗勃然兴起是在唐 魏然成风是在宋 唐宋两代有什么特点呢 科举制度开始形成 并走向成熟 结果是什么呢 中下层知识分子纷纷进入政界 官僚政治正式取代了之前的贵族政治和门法制度 而且定型 难怪唐宋两代在中华史上处于鼎盛时期 可惜这里面还是有问题 什么问题呢 贵族是世息的 只要不犯大错误 丢不了饭碗 也总能养尊处优 官员可是认命的 读书人可以平步青云 由不一而倾向 也没准一落千丈 由险贵而潦倒 而且这种反差极大的变化 就像顿悟成佛一样 也只有分分钟 怎样才能进退自如 变成了问题 传统的说法是 达则奸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 但是奸济容易 独善难 独善不但要有心理承受能力 也要有安顿之处和宣泄渠道 禅宗便恰好帮了他们的忙 怎样帮忙呢 达则做官 穷则参禅呢 而且还可以一边做官 一边参禅 切换频道也只要分分钟 这不就是进退自如吗 更何况 参禅还非常好玩 苏东坡跟佛印禅师 就经常一起玩 有一次苏东坡对佛印禅师说 啊 有两句诗大家都知道 鸟树池边树 身敲月下门 看来和尚跟鸟是一对啊 佛印说 正是 就像瓶森跟学士宁 苏东坡变成鸟了 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这不是智力游戏吗 难怪士大夫喜欢 是的 这样的段子 是游戏 也是参禅 这在禅中那里 就叫 积风 什么叫积风呢 积就是 积欲 积元 积井 积药 风 当然就是风力 也就是说 利用积元巧合 借助含有积药秘诀的语言 或者一言不发的动作 或者超常规的手段 一刀刺将过去 刺过去干什么 让你开窍 这就是禅宗用来开悟的手段 所以也叫 禅机 那么 禅宗为什么要用这种手段来开悟呢 因为觉悟成佛 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 比如梁武帝 就死不开窍吗 其实这是一切众生的通病 就连某些号称禅师的人 也未能免俗 比如唐末有个禅师 叫祖一鸣 他就曾经讥讽惠能 写了一首释法记 他的记是这样写的 六祖当年不丈夫 寝人疏必自糊涂 明明有记言无误 却受他家一搏鱼 大家知道这就是讲 会能写记得到一搏的故事 意思也很清楚 你自己已经说了 菩提本无数民进一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既然菩提无数民进飞台 四大皆公 万法皆无 你为什么还要受一搏 你这不是言行不一吗 骂你糊涂 已是留下口德 且看你如何回答 慧能当然是回答不了了 已经原济了 但是我们可以替他回答 我们可以反问这位禅师 你既然透彻了物 又何必多管闲事 衣钵固然是空无 是非何尝不是 更何况知道色相是色相 色相就不是色相 明白空无是空无 空无就不是空无 如此 瘦不瘦一搏 有什么区别 你一定要区别 瘦一搏和不瘦一搏 不是还是有分别心 仍然是二吗 既明万事皆无物 何必管他受博语 看来这个和尚 成不了佛 这就要弄清楚一个问题了 众生不能觉悟 原因究竟在哪儿呢 禅宗认为 问题出在一个字 值 什么值 执着的执 什么是执 执就是一根筋 死心眼 不开窍 飞在一棵树上吊死不可 执则迷 迷则不误 叫执迷不误 也就是说 因为执 所以迷 所以不悟 也因此 觉悟的关键就是两个字 破直 那么请问 破直就要一刀刺过去吗 是的 因为破直很难 它有三观 我执 法执 空执 什么叫我执呢 我执就是执所以我 比方说我看见了 我听见了 我亲身经历了 这个时候就要告诉大家 世界上之所以有我 是因为有法 诸法造就了我 叫我有法身 你不要执着于我 能够破我执 那就是罗汉 第二步 破法执 法执就是执着于法 因为破了我执以后 他明白一个道理 我有法身 这些人就会到处说 法 法 法 就是真相 这又错了 实相 无相 我固然是空 法 也不是真无 也是虚的 这叫万法 皆空 能够破法直 就是菩萨 再升级呢 破空直 空直就是执着于空 开口闭口说空无 但是你想一想 一口咬定空无 就是实相吗 也不是 因为这还是把无 当作了有 何况我是空 法是空 空就不是空吗 也是 这就叫空也是空 能够破空直 就是佛 但是这太难了 什么是空 叫空 也是空 什么叫空 也是空 大臣佛教中官派的表述是这样的 非有 非无 非亦有亦无 非非有非无 听得懂吗 好吧 翻译成现代汉语 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 不是有 不是没有 不是又有又没有 也不是既没有有 也没有无 所以空也是空 也是不空 请问 有几个人听得懂吗 何况就算听得懂 也未必做得到 比方说 唐代有位比丘尼 也就是尼姑了 叫玄姬 玄 就是玄妙的玄 姬 就是姬器的姬 他是浙江温州人 有一次去雪峰山 挑战雪峰禅师 雪峰问 师太 从哪里来 玄姬说 大日山 日就是太阳的意思 从大日山来 雪峰问 日头出了吗 玄姬说 出了 就会融化雪峰 因为雪峰禅师的雪峰 就是雨雪的雪 山峰的峰 太阳出来了 当然融化雪峰了 所以雪峰禅师 马上知道来者不善 但他只能忍住 因为这在禅门是常态 不但考验禅师的智商和修为 也能启迪智慧 所以雪峰禅师 马上换了个话题 说 敢问师太法后 那尼姑说 玄姬 玄妙的玄 姬器的姬 也可以理解为 织布姬 所以雪峰就说 请问一天织多少布 玄姬回答说 寸丝不挂 说完 玄姬师太 就失礼告退 在他看来 这次挑战 自己已经完胜 雪峰禅师 想在他的法号上做文章 故意把玄姬的姬 说成是织布姬 可惜呀可惜 雪峰没有想到 既然是玄姬 当然就像菩提 本无数什么都没有 寸丝不挂了 看他还有什么话说 雪峰也不再说话 客客气气的 李送玄姬下山 然而刚刚走出山门 才三五步 他就突然喊了一声 玄姬师太 玄姬说什么事 雪峰说 袈裟脱在地上了 玄姬马上回头去看 雪峰哈哈大笑说 好一个 寸丝不挂 怎么样 玄姬禅师 没有破之 这就让我们想起了 苏东坡的故事 有一次 苏东坡写了一则 释法记 给佛印禅师看 最后两句是 八风吹不动 端坐紫金帘 什么叫八风呢 就是八种影响人 情绪的原因 比方说 表扬啊 批评啊 等等 八风吹不动 当然境界极高了 佛印看完 批了两个字 放屁 当时佛印和苏东坡 住在长江两岸 苏东坡看到批文以后 勃然大陆 坐着船就过江 去找佛印理论 你凭什么说我放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